上一條淘寶開箱片 預告了的MP和藍苗魚拍攝還未完成的關係 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黑白手像 不都不承認自己真的很大頭黑 開始做上線之分原來自己忘記錄影 剛才我用0.05最幼的中性筆開始勾線 沿著雪糕的摺氈畫 千萬不要忘記上面小小粒的花生雪 然後就可以瘋狂的摸些士多啤梨 加點點當是紙 畫鮑菲杯裏面士多啤梨的時候 要畫上果肉的紋路 不需要太仔細大概看上去就可以了 下一層的鬚蜜片要畫成不規則形狀 再加一點粒痕 完成了第一層上線之後 用刷子膠輕輕地拆了草稿 第二層的上線主要是打陰影 就算沒有學過畫畫 不明白光影原理也不要緊 只要在陰影和摺跌位 或一排斜線就能夠營造立體感 塗黑士多啤梨層的空隙顯示出層次感 然後再加速邊線和需要加強層次感的地方 首先加速士多啤梨的葉 再以輕力畫上一排的斜線 士多啤梨的底部都是同樣的做法 第三層也是最後一層的上線 在整個圖案的外圍 加粗線條 線條不需要太過於平滑 無躁感反而有另一番的風味 在陰影上面有很多巨峰蹄子粒粒 作為密集恐懼者 我當然不會畫上去 在不同角度畫少少圓圈 再在空白地方加上類似M的線條 簡簡單單都已經感受到粒粒的效果 同樣地之後也是加速邊線陰影 和需要加強層次感的地方 完成之後 在陰影和摺吊軌畫一排的斜線 無論是杯還是碗 都是兩側畫上打橫線條 最後在圖案的外圍 積上粗線 令到圖案更突出 這個芝士雞薯條的線條比較複雜 首先畫上薯條的芝士醬 以防畫薯條的時候 覺得太興奮而忘記了它們 之後就可以開始不斷地畫薯條 注意薯條要有立體和平面的角度交錯 盡量每一條都覺得方向不一樣 之後再畫些蔥花在炸雞上面 再以輕力地畫出醬汁的外線 然後就可以很放心地以曲線畫出炸雞香脆的外皮 最外面還有一些圓圓的炒蓮糕 木板上面的木紋都要大概這樣畫上 顯得沒有那麼單調 其實我畫黑白手上的上線 主要都是那幾個步驟 第一層的線條 加速邊緣位、陰影和層次感 最後加速外圍的線條 畫這麼快就完成了主要的圖案之後 就要好好地想一下 究竟怎樣才可以填補救這麼多空白的地方 盛起自己好像忘記了寫個店名 立刻就上甜品公放的官網 跟著它的店Logo畫 在雙手吃飯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會留意它叫什麼名字 我也是的 上去官網就有很多資料可以看 跟著它的名字寫回去 價錢我都記錯了是58元 原來其實是54元才對 想不到附近寫什麼 在餐牌上面都有很多資料可以抄下 甜品工房所說的名字 全部都很有思義和很特別的 雖然我不知道日文是什麼意思 但我都照樣插進去 這個名字真是很搞笑 168元兩個正常胃口的女生吃 已經很足夠了 材料和好吃程度都要在旁邊寫回去 甜品工房的甜品真的又漂亮又好吃 喜歡拍照的朋友就一定要去試一下 當然最重要是尋找個位置 寫回當天的日子和跟哪一個去街 MT的朋友都可以用人手的分析 簡單畫一些圖案做成一個框架 整個外面看黑會很悶的 所以用另一種顏色寫自己的感想 因為中性筆是會過激 最好就要介業啦 不單止食物 建築物和人像的黑白手上 都可以以這樣的形式畫的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可以按LIKE我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另外也喜歡看訂閱留言 MT會每週更新 MT的朋友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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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